幸福到万家围绕一场婚闹展开,讲述了坚守正义的何幸福在事业与爱情,忍让与反抗,婚姻与世俗等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。 在剧中,万传家是一个仗势欺人,自私自利,吊耳郎当,嚣张跋扈的好色之徒。 他仗着自己父亲在万家村的威望,到处作威作福,甚至还利用闹婚的名义猥亵了何幸运。 虽然何幸运留住了自己的清白,但是农村人多口杂,注定他一辈子只能活在别人的非议中。 何幸福为了帮何幸运讨回公道,便主动要求万传家向自己的妹妹道歉。 但是,万传家根本咽不下这口气,万传家死活都不去道歉。 之后,王秀玉又因为何幸福和万传家之间的争斗,被万家开除。 很多观众看到这里,都以为是万传家所为。 毕竟和幸福砸了万传家脑袋,万传家已开除王秀玉的名义,来刁难王家也可以理解。 结果,却是万传家的妻子开除了万传家。 而万传家一听说是自己的妻子擅自做主,开除了王秀玉,二话不说就让人是邀请王秀玉回来。 按理来说,像万传家这样自私自利的人,应该不会在乎王秀玉的死活。 但是,万传家却对王秀玉很不一般。 万传家的妻子便认为万传家和王秀玉之间有一腿。 不过从王秀玉的表述来看,他跟万传家之间清清白白。 那么,万传家和王秀玉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? 万传家为何要帮王秀玉呢? 虽然王秀玉出身卑微,但是他机智过人,追求上进,也算是万传家的得力助手。 尽管王秀玉比其他员工能力出众,但是王秀玉只是一个普通员工, 那么万传家为何要给他巨额的工资呢? 这一切都要从万传美说起。 在剧中万传美是万传家的妹妹,也是王秀玉的同班同学。 尽管王家和万家地位相差悬殊,但是王秀玉和万传美的感情却情同姐妹。 不过,万传美虽心地善良,却不如王秀玉聪明,因此在学业上,万传美都是比王秀玉稍差一些。 而万善堂和万传家为了能让万传美以后有个好前途, 便在背地里对王秀玉上大学的事情动了手脚。 最终万传美顶替了王秀玉上大学的名额,成功走出了农村。 而王秀玉却被蒙在鼓里。 虽然万传家做了很多坏事,但是他由于万传美的缘故,便对王秀玉心怀愧疚。 因此,万传家才会花重金聘请王秀玉来自己的公司上班, 目的就是为了替万传美报恩。 要不是因为万传美顶替了王秀玉上大学的名额, 万传家可能根本不会拿王秀玉当回事。